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配合马中建交50周年 交通部长陆兆福前天开始率领代表团访问中国 那昨天陆兆福在中国诸州见证中国中车 为马来西亚铁道公司KTMB制造新型的ETS3电动列车的下限仪式 并且在会上宣布 随着实列ETS3新型双轨电动火车 将会在明年的8月份完成交付 那这也意味着连通玻璃市巴东雾沙到柔佛新山的ETS3路线即将开通了 陆兆福透露ETS3一共有十组的列车 其中两列将会从中国发运 而其余的八列则是在马来西亚进行组装 陆兆福表示ETS3的启用将会改变马来西亚人的出行习惯 那未来往返吉隆坡和新山的时间将可以大大的缩短 为国人的出行体验还有安全性都带来巨大的改善 同时陆兆福也强调 交通部正在积极地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东盟铁路产业中心 那大马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在我国的投资 积极开展与大马的合作 加强技术转移 供应链的建立和人才培训 推动马来西亚成为整个东盟轨道交通领域的制造中心 携手实现马中合作共赢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在气球烟火和国花大红花的陪衬之下 马中合作由中国中车诸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制造的新型双轨电动火车ETS-3缓缓地从轨道开出 正式曝光亮相 交通部长陆兆福除了亲自主持ETS-3车厢下线仪式 也与中国中车一众高层走进车厢相先体验试作 那暂好之余 当然也不忘在镜头前比大拇指合照 今天我们得到第一列的ETS-3的火车 这个项目是由中国中车在诸州落实 总共有10列这个车 那么还有8列会在我们马来西亚的巴鲁干加落实 所以一旦这个火车好的时候 那么明年我们就可以从基隆坡总站 去到这个星山JP Central 除了站在列车前给大家报告 马中合作的ETS-3列车施工与通车进度 那陆兆福在会上致辞时也表示 马中合作制造与组装ETS-3 这也让马来西亚的本地制造商 在参与建造的过程当中从中受益 具体实现了互利共赢 说着说着 陆兆福画风逆转就提到 马中建交50周年 那两国互赠免签证的这份建交惊喜礼物 相信未来将会让马中友谊更上一层楼 陆兆福还在现场化身成为旅游大使 呼吁中国的朋友多来马来西亚 两国的友谊更加进一步 因为从去年12月1号开始 两国人民可以去到我们互相的国家 免签证 所以欢迎各位中车的朋友 多来马来西亚旅行 所以现在非常的方便 你拿个护照买张机票 就可以飞去吉隆坡 到了吉隆坡机场 现在也是有一个更大的方便 就是你用中国的护照 可以用我们的autogate 不用去我们的这个柜台 本来只是给马来西亚公民 现在连中国公民也可以使用那个便利 所以欢迎大家到马来西亚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